好 让我想一下啊 羊眉蛇 正常蛇 我怎么看这里头没有正常的呢 正常蛇 好 没这样台的话 应该是这个吧 然后地头蛇 地头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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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羊眉蛇 对 羊眉草莓有点接近啊 这俩 这俩其实有点接近 这个红一点了吧 选择这个是吧 这个像羊眉啊 对 我们谢谢雅琳 这几个判断都判断出来 你首先告诉我们 它的判断是否正确 基本正确 基本正确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全部都正确了 对吧 那最后剩下的这个是什么蛇 为什么说它是基本正确呢 这个也是一个羊眉蛇 羊眉蛇的早期 这个也叫羊眉蛇 所以呢 我们把羊眉蛇分为 白羊眉蛇和红羊眉蛇 这三种蛇 说实话 我们以前真的真的 基本上是没有听过 对吧 就感觉那是溃疡烂了一样的 对 对吧 这些都很严重吗 这些状态 我想问问最严重的是哪一种啊 对 比较严重的应该是这种吧 羊眉蛇 但是不是说 得了这个羊眉蛇 就是最重的病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 就是家长 发现孩子一旦出现羊眉蛇 甭管是白羊眉还是红羊眉 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为什么呢 它背后有什么潜在的风险 因为这个羊眉蛇的出现 一般我们介于两种情况 一个呢 是这个孩子长期高热 得了一种热性病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平常 可能有人听说过 小孩患了心和热以后 会出现这种羊眉蛇 早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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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点